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確的話 紅方局面極其的落後 今天我們來看紅方另一類變化 居久近一起橫居 他的戰略意圖就是蓄勢待發 根據黑方的應召來選擇不同的手段 由於今天的這個紅方攻殺的手段相當的精彩 相當的經典可以說是這個局面之下的精髓 希望各位旗友能夠堅持把這個視頻看完 並能重重得到啟發 在前面的定時講解當中我們講到 紅方這個時候 炮武停留過後 黑方沖山族想要拆散紅方的炮架 那現在紅方沒有平炮 而是選擇了一部 起橫居 黑方如果按照平炮的思路 想要拆散紅方的炮架 那結果會怎樣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紅方當上的一部棋 踩掉黑方的宗族 這裡打局 這裡踩馬 先來看黑方的第一種變化 鋸八平三 吃掉這個七兵過後 紅方平炮打局的話 黑局保住嘛 紅方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吃掉 現在紅方 現在紅方 進局出炮 黑方不敢退炮打局 因為這裡打一僵 老將出不來 等你上市的時候 這裡再把炮一剁 等你飛掉炮的時候 再把馬一幹 黑方迅速地崩盤 黑方還有一種不好的選擇 直接平局說馬 按掉炮 你吃掉馬 他在吃掉馬 開局階段 黑方迅速地丟掉了一個大隻 平炮看的是一部最好的棋 那這個時候 紅方針對黑方的這一個像 做文章 因為局壓述了像眼 你現在如果退炮打局的話 他這裡拍一僵 老將要是出去的話 踩一僵 老將不能上 這裡點一僵就要上 只能電炮 黑方這裡江一軍 補勢 肯一將 進去 黑一方 數敗 怎麼辦 在這樣的局面之下 黑一方好像唯一的一步棋 把這個像飛開怎麼樣 紅方平局這一步棋 引誘黑一方上當 第一 黑一方如果是接觸鞠的話 這裡一蹬 因為釣魚馬殺 鞠丟了 黑一方還是想驅趕紅鞠 退炮打的話 雞都不要給你吃 掛腳將軍老將出來 雙江 絕殺 退鞠的話怎麼辦 紅馬還是呼嘲 你現在倒也不敢退炮 黑一方最頑強的應對方法就是 進鞠 東方這個時候明顯的不能掛腳 因為鞠一電 你把鞠踩掉的時候 他把你的鞠幹掉 進鞠捉掉這個馬 黑一方也好像沒有別的選擇 直接幹掉黑一炮 就這樣 黑一方在鞠客之間 又丟掉了一個大隻 現在的馬還不能動彈 等你不好試想調整陣型的時候 下一步紅鞠 還可以這樣拉住你 黑一方也是不行 通過剛才的演變我們知道 當紅鞭 馬六進五 踩掉黑足過後 黑鞠直接吃掉紅兵 紅馬踩掉過後 因為在中炮過河鞠 對屏風馬的佈局當中 一種最常用的手段 進鞠 點向眼捉炮這一步棋很厲害 導致了黑一方的贖 所以 這一步棋不行 那我們來看黑一方的第二種選擇 馬三進四 對說怎麼樣 馬三進四 那很明顯的一步棋 紅軍 先轉一個四再說 現在黑一方選擇 黑一方最好的就是拱掉這個紅兵 紅軍 紅軍 三三選擺拳 誰來擺拳 誰來擺拳 對不對 你來擺拳我來小兵 我來小兵 你用到四路內道 想要下一步浸泡 這裡 十四 十軍 現在黑一方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 第一種 踩掉 打一槍 打掉 老將只能上來 這裡拍一槍 只能飛向 在進軍 這裡一坐 你只能保住 再把這個幹掉 你要是在這裡跳馬交換的話 我在這裡給你幹掉一個 當你逃跑的時候 我再把馬退回來 下一步再平均 坐你的馬 紅方局面也是佔優 那在這裡黑一方還有一種 採取以暴制暴的手段 想要和紅方打對共 炮七平三 想要打向 又防止了紅方的直接進炮 形成了現在這樣的一個 局面過後 紅方一系列的精裁攻擊手段 令人拍案叫決 我們現在來看紅方表演 踩掉 起來 釣魚馬要殺 只能打掉 騎和說馬 黑一方在這樣的一個局面之下 只有兩種選擇 第一馬有危險趕快逃跑 第二出鞠 和紅方對攻 我們先來看黑一方的第一種選擇 馬四進三 那走了這樣一步騎過後 黑一方的這個鞠就丟了 為什麼這樣說 要吃這個底式 抽這個黑鞠 現在不敢不是因為這裡浸泡一江絕殺 黑一方的鞠好像躲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那我剛才說 黑一鞠丟了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接下來的演變 進軍 這裡有一個進洞出洞的沙發 只有一步騎 出降 來 塞一江 起降 退一江 不能退到一樓這裡有炮 上來 這裡我們就看到了黑一鞠已經丟了 因為這裡 大鞠 下眼被篩住 只能吃掉 退一江 退一江 這個手段相當的毒辣 現在的這樣一個局面 黑一方雙炮一馬雖然具有一定的攻勢 但是 黑一方的陣型已經面目全非 紅方巨馬炮三個大子 想要幹掉黑一江 那是分分鐘的事 回到這裡 黑一方直接逃馬的話 導致了黑一鞠被幹掉 黑一方還有第二種選擇就是 直接出鞠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將在下一個視頻接著講 請感興趣的旗友繼續關注 喜歡我的旗友請幫我多多點贊 並轉發 謝謝